真正想到极乐世界去 没有一个去不成 所以 善道大使讲 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露 这一点都不假 那不能去的是什么原因 不肯认错 不肯忏悔 对这个世间有留念 这就去不了 造极重罪业 我认错 我忏悔 我求生还是能往生 所以你要知道 魔鬼到往生 地狱到往生 这才真正看到 阿弥陀佛的慈悲 多地狱是造极重罪业 在地狱 经地藏菩萨劝道 他修护了 他真认错 忏悔了 他就出来了 只有净土这一门 八万四千法门 没办法 这要搞清楚 那我们现在还知道 有一等人 他在地狱很苦 他认错了 忏悔了 还是出不了 阿弥陀佛 救不了他 这什么原因 杀身太多 跟众生 借的这个冤仇 太深了 佛介意 他们不让你去 障碍你 问你讨命的 不放你 问你讨债的 不放你 这是个麻烦的事情 佛真想 读你 没办法 你有这么多人 吃着你 障碍着你 所以我们要记住 我们每个人 都有冤情在住 这一生 纵然是个好人 没有伤害过别人 叙事 前生 有没有伤害呢 这自己不晓得 肯定有啊 过去生生世世 无量皆来 跟这些众生 借多少元 肯定有 今天在这个世界 啊 障碍我们的人 都是过去生 中 有过 远接的 要不然 他怎么不障碍别人 他障碍我 啊 所以我们 遇到有障碍我们的 回报 啊 陷害 我们今天明白了 我们欢喜 接受 对他一点 怨恨都没有 这个就解开了 我们将自己 修学的功德 天天回想 给他 啊 一丝好 怨恨没有 我们将来往生 才没有障碍 啊 中国古人教人 行由不得 返求助己 这句话意思就是 所有过失 不在别人 在自己 啊 一切过错 自己称当 一切好的事情 推给别人 啊 我们这样做人 在这个世界 也翻案风顺 不个人解约 不个人解约 啊 人 越在一起 越欢喜 啊 时间越久 又感情越深 啊 不会出事情 这是神仙 佛菩萨 教我们 做人的原则了 啊 学会 爱人 为什么要爱人 他有个道理在 这个道理就是 一切 法从心向神 心是一个 啊 真心 真如 自信 是一个 一切万法 都是这个自信 编写出来的 离开自信 无有一法可得 啊 所以 大臣 肯定 一切众生 跟我是一体 啊 不是一家人 一体 你说多亲切 怎么能不照顾 没有懂得 这个道理 之前 是迷 不知道啊 现在明白了 啊 越学 越能体会的 这个 道理的真相 越能体会的 你对于 一切众生 就有真诚的爱心 啊 这个爱心 是从自信里头 生出来的 啊 真诚的爱心 就是 父子 亲爱 那个 那个 亲 啊 他不是学往的 啊 念念的 确确实实 他就想着众生 他没有想着自己 众生跟自己是一体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众生在受苦 就是自己在受苦 众生得落 就是自己得落 啊 在这个境界里头 修学过程当中 确实 没有自己 只有众生 啊 把自己这个身影 看作众生 这一刻 啊 所以 你才会 产生智慧 你才能 观察 如未 你 看作众生 看作众生 你 看作众生 看作众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